他力之外有没有自力呢 其实也有 你自力就是虔诚跟空净 简单这么说 师父请问 念佛的人如果有抽烟的习惯 会不会障碍他往生极乐世界啊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在西藏的仁波切里面有开示 我记得有一个叫尊贵的竹望仁波切 对不对 来新加坡举办过一亿变六字大民众 他公开道大家不要杀身 要吃素 要慈悲心 甚至公开跟你讲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抽烟 西藏仁波切特别强调 为什么抽烟是不太好的习惯 抽烟会让你的心暗暗的 所以我建议你这位联友 不要抽烟吧 每个月一包一包的烟 你看看你可以花多少的钱 你干脆把抽烟的习惯改成买 吃口香糖吧 我知道新加坡 罚抽烟是很严格的 可是我们在台湾 戒烟是叫你嚼口香糖 因为不嚼口香糖 你嘴巴受不了 那你想想看 你若把抽烟的钱省下来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的 所以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是不太容易的 至于说假如你会不会障碍往生呢 在西藏仁波切认为是会的 可是从大乘佛经里面 我看到呢 敬业三福里面呢 写戒律里面倒没有说不可以抽烟 不过我觉得你少抽一点会比较好吧 下一个问题 师父 我很喜欢把我妈妈见佛的故事告诉周遭的人 他们听得都很欢喜 都会问 要发愿去极乐世界 每天都要发愿吗 答案是的 你的妈妈友善跟见到佛很好 你可以跟有缘的联友分享 但不要太炫耀 讲太多没有用 讲佛法比较有用 当然妈妈友善跟见到佛 我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我叫你们 不管我任何的讲座都叫你观佛 当你心静的时候 你的确会在禅定当中 我做梦当中会看到佛 这是真的 所以你以欢喜心 把妈妈见到佛的故事 告诉有缘的人 可以 但是要对方相信佛法 假如对方没有相信佛法的话 讲太多不太好 会增长你的焦慢心 那我们每天都要发愿吗 答案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在这个月的八月底 新加坡宽记念佛堂 会出我整套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十六片的DVD 我已经校对过的图片 他们现在在赶工 那详细可以请你一听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发愿很重要 每一天都应该发愿 那在八大菩萨 不管你往生 西方极乐净土 或东方要是净土 灵命中的时候 八大菩萨都会来接应你 八大菩萨怎么知道 要送你去哪里呢 八大菩萨都有神通 都有无我 他一定会看你过去 现在未来 你每天发愿要去哪里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不会送错 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你都发愿 要求神钥匙流离光如来净土 你每天发愿 一天念一次 一个月三十次 一年呢三百六十次 十年呢三千六百次 所以你的念力当然就会很强 所以发愿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一定不会送错 假如你要上身 都帅内宴见弥勒菩萨 八大菩萨也会送你去的 弥勒菩萨也会献钱上 Welcome to my pure land 叫做都帅内宴 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净土 当然也要发愿 师父请问 赞佛记里面讲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请问他是哪里来的 这个出自于大智度论 从哪里呢 是过去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 两个人是师兄弟 在定光古佛的座下 定就是安定的定 禅定的定 光是光明的光 定光古佛座下 他们是师兄弟 其实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 两个人是好的同门师兄弟 但他每一个人福德因缘不同 我常说弥勒菩萨很有福报 他相貌很好 福报很大 他常常是贵族出家的 所以他每天都常常去看很多的功德主 然后就发给人家 你发花精啊 普贤行愿品啊 大家要用功啊 你要念啊 要回相给我 他就回去睡觉 弥勒菩萨福报很大 他相貌很庄严 所以大家看到他都很高兴 其实弥勒菩萨真的福报很大 福报真的很大 他多生多节的叫慈心三昧 那观世音菩萨的福报 根据法源也非常大 他叫悲心三昧 观世音菩萨呢 在十方佛国度里面呢 假如你排行榜来讲 他是第一名的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啊 他的福报老实说 他比不上弥勒菩萨 但是释迦牟尼佛有两个特别的 第一个就是忍入真上 第二个他勇猛精进 所以在六度里面呢 释迦如来啊 昼夜精进 他一有空他就打坐 然后人家骂他的时候呢 他会观空性 所以他忍入的功德很大 那有一天 他的老师突然不在了 叫定光古佛 那他突然就很想念他的老师 说奇怪我的老师怎么不见了呢 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他 老师也没有说他去哪里啊 他就非常想念的老师 因为他所有的佛法都是老师教的 后来呢他就到去找老师 他看到呢 在山洞里面有放光 他就想奇怪 他想可能老师在那边打坐吧 他就进去 一看到的时候的确看到 印光古佛万丈光芒 如大乘的三昧 这时候他太想念他的老师了 也感恩他的老师 他就不由自主的这样了 合了掌站起来 然后另外一只脚 金鸡独立 站了七天七夜 各位你们可以试试看 看你站多久 好吧 今天晚上可能太晚了 那每一个人都站在外面变公鸡的话 那也很麻烦 那明天你试试看吧 你自己试试看 这样经济独立 释迦牟尼佛他真的非常地专注 非常专注 然后因为佛的功德力 万丈光芒 像太阳一样 他非常的庄严 他因为游心着感恩老师的功德 就自自然然念了这首祭颂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简单这个祭颂的意思是说 天上天下比不上 这佛的尊贵 这个佛广义的说是一切的佛 狭义的说就是指定光古佛 他的老师 十方世界 所有的圣人都比不上佛陀的尊贵 世间纵使我看尽一切的王公大臣 这种富贵人家 都无法跟佛陀相比 一切无有如佛者 如佛的什么呢 他深深是大悲心 大愿力 大功德 也因为他真正的赞叹 所以这首祭颂 其实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心中念出来的 念出来就因为他这样子 这叫很虔诚的七天七夜赞佛的功德 这叫大乘赞叹佛的功德 他一念顿钞 九十一节 所以他比弥勒菩萨先成佛 所以贤结当中 本来是弥勒菩萨应该先成佛 那因为释迦牟尼佛 一 赞叹老师的功德 第二个呢 大乘的三昧功德 有内心里的赞叹 所以赞佛的功德是很大 他要虔诚跟功绩 所以他一念啊 你看啊 一个祭颂啊 念七天七夜 都一直念 对他来讲没有时空的障碍 所以他一念顿钞 就九十一节 就超过弥勒菩萨 所以是贤结第四尊佛 所以弥勒菩萨就变成第五尊了 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 所以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 经济独立 好 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其他的问题我明天再答 那也希望大家很用心的 转念这篇文章 请不要忘记 每天要看两页 看三遍 接下来我会越讲越快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已经讲座是第四天了 对不对 昨天教眼根的禅修 今天教声音的禅修 所以请望你常常练习 坐在公车上 坐在节圆上 不管好的声音 坏的声音 都希望呢 你要用声音来练习禅修 昨天教了是声音的禅修 不管你练习的如何 相信你会慢慢感受到 好的声音 你要接受它 不好的声音 你也要接受它 喜悦的声音 你也要接受 不喜悦 不欢喜的声音 你也不会排斥它 假如你有这样正确的心态的话 那恭喜你 你就接受了这个声音禅修的方法 今天请看幻灯片 今天是六号 我们七八九 最后一天 因为是礼拜天 也是新加坡的国庆日 也是观音菩萨的圣诞 又要敲钟 最后一天会很忙的 所以最后一天 我不会教禅修 就直接呢 讲经 回答问题跟发愿与回向 所以请专心听 今天我会教两个 第一个鼻根对香尘 第二个舌根对胃尘 明天我会教身根对畜尘 身体接触里面呢 最敏感的呢 是什么 痛 每人都会腰酸背痛 明天我才会教你 腰酸背痛也能禅修 尤其很多老菩萨 对 拜佛拜到脚很痛 很好 痛也是一个禅修 明天是七号 八号呢 在异根里面对法尘呢 异根对法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 南传 北传 中国的禅宗 那只金刚称的大手印 跟大圆满都有不同的方法 那在异念对法尘里面呢 我会教大家观 除去心中的黑暗 跟障碍 关水晶球 就是这一次要教大家 眼耳鼻舌生意的六种禅修 应该算是五根吧 五根对五成 今天呢 我们要练习是鼻根对香成 请看幻灯片 因为人很多 所以我这个只能解释 你可以在家里练习 因为我不可能每一个买一个香炉放在你面前 这样对不对 那我们呢 大家吸马飞好了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吸大马 其实它也是香成 但是它在西香成当中不是禅修 而是呢 增长它自己的执着 好 请看幻灯片 我很用心的准备 大家知道这个是香炉 鼻子我们闻到什么东西最敏感呢 一般是香水 所以各位爱漂亮的女众们 你每天都要 出门都要喷一下香水 现在男生呢 听说也很fashionable 男生也要涂鼓龙水 对不对 其实你有没有涂香水 你在师傅房间我都很清楚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涂香水 所以我闻别人有香水的时候 我非常清楚 所以鼻根啊 对味道是很敏锐的 可是一般我们也会闻到香的味道 还有同样我们也对什么 不好的味道 臭的味道 或是肮脏的味道 我们也会很敏感 比方说夏天到了 对不对 有些你的垃圾 或是食物如果发臭的话 你不把它丢到垃圾桶的话 那它味道也是很难闻的 对不对 所以可见我们对于两个极端 香跟臭的东西 我们都很敏感 而我们若没有听到佛法的话 我们都会喜欢香的 对不对 从新加坡 你们最有名的香水是什么牌 我也不知道 从一直新加坡 买到美国的 纽约的 再来买个法国巴黎的 买到全世界最高级的香水 一瓶小小瓶呢 可能要5000新币的 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执着 那个可以带来给你 暂时舒服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呢 告诉你真相 那种暂时的感觉 24小时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你想想看 从还没有修禅修之前 你说经济不景气 你花了多少的钱在买香水啊 从你出生到现在 你花了多少钱在买化妆品呢 其实省下来 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众生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呢 八观在界里面告诉你 不要戴任何漂亮的耳环 项链 戒指 不可以涂香水 就是斩断你对世间这些 虚幻又美丽的短暂的执着 它的用意是要这样 好 香 当然我们佛门里面也共香 看 我好不到终于找到 终于有一张照片 有冒出烟的 对 我们佛门里面呢 你看 讲经前面它也点香 香 你看 可以涂香水 满足你个人的欲望跟享受 可是香你也可以拿来供佛 而产生界定真香的功德 所以这个鼻根呢 要训练对香的这个禅修啊 最好就是你回到家里 自己静坐之前 点一个檀香 建议各位不要点印度香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香呢 就让你越点越嗨的 荷尔蒙上升 因为里面放了很多兴奋剂 味道就很浓很重 它就是刺激你要产生欲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印度人认为里面 人生最快乐的幸福有四种 第一个健康 包含美貌的身材 第二个财富 第三个男女的性爱 第四个就是得到永生 所以在印度人的香呢 就是闻的香越多呢 就是兴奋越高 所以我建议你 不要买印度的香 除非你啊 今天是罗曼蒂克的这个 女朋友或男朋友约会 那就另当别问 你不用呢 供这么兴奋的香给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已经出轮回 他也不会再兴奋的了 兴奋的是你自己 会荷尔蒙上升 让你的欲望很强 这是不好的 所以香你点一个清淡的 檀香或是橙香 檀香跟橙香的简单差别是 橙香比较贵 檀香是你点的时候 它很香 点完了它就没有了 橙香呢 是点了以后 当香没有的时候 整个房间还是很香 所以橙香会比较贵 所以用香来修自己的 怎么注意呢 注意听 就是你注意到你的味道 闻到香 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直抓着它 你就知道有香 那你在闻到香的时候 听好 你也会闻到其他不同的臭的味道 比如说你在家里禅修 厕所里的味道你也闻到了 所以举一个例子 你到寺庙来 或到公共场所 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厕所在哪里 其实你到你的鼻子走 你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看狗 狗它多生为出生道 可是狗大家都知道 鼻子是比人类还敏感的 为什么 其实狗也有佛性 只是它不懂得修行 所以鼻根对香城 请你在家里练习 我们这边因为人数多 场地的关系 我没办法带你练习 第三个 希望佛地只要共香 广修共养缘 香没有多少钱 新币呢 三块跟五块 每一天早上点一次 晚上点一次 你就是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广修共养 你想想看我们人间来人间一趟 就像刚刚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很殊胜 你想想看 回教徒跟基督教徒 他一辈子啊 都不可能会念普贤行愿品的 为什么 他不接受 也不相信 也更不会修啊 所以你不要认为念普贤行愿品很容易 五量节来 你若没有过去种过善根福的因缘 你是不会欢喜 新念普贤行愿品的 何况大家都会三天赛网 一天打鱼 对不对 所以要一辈子的肯念 华言经 经中之王 是要有大善根大福的大因缘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 就算没有正式的佛堂 有佛卡 我来新加坡之前呢 都运了很多东西来广修共养 有些人会很珍惜 有些人不太珍惜 就是你没有福报 那就让你广修共养 共养在你的心 所以希望你能够点香 点香有陈塔伯承 会护法 会护持你 点香会得到戒定真香的功德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蛇胃 蛇根对胃成 虽然吃素有一点辛苦 你不能吃海鲜啦 不能吃燕窝啦 你不能吃鱼翅啦 对不对 燕窝有些人可以吃吧 没关系 鱼翅啊 海鲜啊 烤卤猪啊 牛排啊 我看我不要再念 再念大家都流口水了 对不对 没有错 你不能吃了 不能吃以后 有些人还是会控制不住的 对不对 那可见呢 有人会觉得 吃素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你对吃啊 非常的讲究 你是美食主义者 没有错 很多人都喜欢去全世界旅行 旅行最快乐是什么 看到漂亮的建筑物 拼命的大流血 Shopping 买很多自己买不到的东西 还有尝尽所有的美食 没有错 从人的角度来讲 这是正常的 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呢 你要断除你对舌头 对于外在食物的执着 有些人很挑剔 人家煮饭给他吃 他还嫌 没盐 不咸 然后不好吃 可见呢 这个人很挑剔 所以舌根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吃好的 这是正常的 吃好的巧克力 吃好的冰淇淋 对不对 举一个例子跟你说笑话 我的学生在商业经社 也很关心我 我知道 对不对 可是呢 还好我今年才四十出头多 我身体呢 很健康 瘦瘦的 对不对 我没有糖尿病 也没有什么病 身体很健康 然后呢 我的学生常常会说 师父啊 这个不要吃太多 师父啊 那个不要吃太油 师父啊 这个不要吃太咸 师父啊 这个你不能吃 我帮你吃 我会告诉他 都不要假 我知道我自己照顾我自己 我学过一些中医 我也照顾我自己 趁我现在还没有糖尿病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让我吃呢 到老的时候都不流口水 看你吃啊 那不是太不慈悲了吗 对不对 所以可见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你身体健康 你能够吃 知足就可以了 佛没有叫你在人间 不要吃东西 佛告诉你啊 睡眠减少 要精进 但佛没有叫你 不要睡觉 因为我们在人 就一定会要有 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一定面对着色身相味处法 所以吃素 其实就是要 掌养你的慈悲心 还要斩断你 对这个舌头的欲望啊 太执着 太强烈了 对不对 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你会觉得吃素很痛苦的 像我吃素 吃素了25年啊 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到肉的时候 就像一堆尸体 我还会为它念咒啊 我不会动念头啊 对不对 你得慢慢训练自己 好 所以 舌根 我们一定自然的都希望 美的味道 这是自然的 但是你若过度强调美的味道呢 不美的时候 你就会生烦恼 甚至生称心 所以舌根对未成的禅修 是这个意思 再看一下 下面一张很棒吧 台湾花莲 我们现在很流行民宿 民宿就是呢 民宿我英文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呢 hotel 对不对 是由家人经营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去花莲的时候 我朋友招待我 很好素食的套餐 对不对 所以好的东西 你也接受 不好的东西 你也可以接受 比如说我去印度 或尼泊尔 尤其是印度 印度很苦的 印度也有蔬菜 不过他们的蔬菜 跟我们不一样 很酸 很甜 很辣 那印度的蔬菜 什么叫蔬菜呢 就是红萝卜 小黄瓜 还有呢 青菜 切一切 挑进去也不用煮 就加辣椒酱而已 不怎么样啊 或许新加坡 会很喜欢吃辣椒 师父没有你们的功力 这么好 而且我讲经 也不太适合辣椒 因为它刺激喉咙 假如我喉咙不舒服的话 全场的人就听我咳嗽 好 我现在讲的重点是什么 刚开始你很重视美食 要吃燕窝 要吃呢 鱼翅 要吃海鲜 慢慢呢 你开始学了吃素了 吃素吃久了 你的心清静 也不执着的时候 下面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好的你吃 不好的你也可以接受 好跟不好 在你心中 不会有强烈的比较心 这个才是舌根 对未成要禅修的重点 了解吗 那 所以 有好的美食 你就把握当下 那每好的美食 有一碗饭 有一碗面 不会饿死了 也就可以了 所以慢慢的呢 佛教徒呢 除非你是在寺庙 做法会 以欢喜心来煮给大家吃 你煮得很漂亮 变化很多 很好 那是你欢喜心的功德 但这里是讲 对质你心中 对食物强烈的贪爱 要把它斩除 转换 甚至改变 最后你对好的食物 跟坏的食物 你不会太执着 太计较 好的你也能吃 不好的你也欢喜 能接受 那就恭喜你得到了 舌根对未成的禅修 好 接下来我们怎么练习呢 注意听 待会静坐的时候 请你眼睛一样 闭一半 舌头 这样 我们舌头 上额 上额跟下额 舌头卷起来 顶在上额 你就会流口水 注意 到时候你就注意在舌头里面 当它流口水的时候 你注意看它怎么流 经过你的喉咙 经过你的食道 进入你的胃 你就反复注意这一段操作 这个叫做舌根的禅修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有身体 所以我们身体会对自己来讲 最亲近 最真实 也感觉最亲切 所以舌根的禅修 不是叫你一直要去换食物 在这里是叫你舌头卷上去 然后你气就会宁静 它会流口水 以中国养生之道或道家或佛教的禅修里面 这对你的身体很好 然后你就看它流到你的喉咙 进入你的食道 进入你的胃肠 再回来注意它 那这样练习有什么好处 注意听 常常练习 我这次教了摄身相畏处的每一个方法 假如你往内看的话 到最后 你像眼睛一样 会放光 你可以看到自己身体是透明的 就像X光眼 知道吗 在医院里面 我们要照X光 你可以看到你内在 所以中国在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 到家的人 他在入定当中 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血液在流动 看到了气脉 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是针灸的部位 所以我们人体是很奇妙的 其实从佛法来讲 人体有无量的潜能 而现在人的生活呢 都是看外面物质的 你都是看什么 看电视 听音乐 KTV Karaoke 冷气机 什么机 什么机 所以你都看外面 反而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身体 更看不到自己的内心 好 现在请坐直 背顶直 身体放松 手 请你两个这样叠起来 这样叠起来会比较容易入定 比较宁静 有时候你也可以放长 假如很热 可是你现在先把心定下来 这样你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戴眼镜跟不戴眼镜都可以 当我敲一身引擎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舌头 由下耳卷起来 顶上耳 嘴巴轻轻的闭起来 就注意你的舌头 不管它有任何的反应 你不用舌头一直动 你就自然的 然后你就会 一下子它就流口水 然后你看你口水流动的状态 好 开始静坐几分钟 好 感觉怎么样 当然你可能在修 舌根对未尘的禅修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心突然很敏锐 你也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没错 你也可以感受到 大殿里冷气的声音 没错 我要回答的是什么呢 回答的是说 眼耳鼻舌生意啊 这六根分开来 是可以分开修的 但是若你修得很好的时候 其实一根起作用 六根也跟着起作用 在这里我要回答一两个莲勇 问我一个问题 问得很好 他说 师傅 我在听声音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要观想 我坐在莲花呢 答案是不要 我教不同的方法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心 的习性 看这里 举我一个例子 我现在手上哪一个东西 这是装隐性的这个袋子 弥补的袋子 看这里 我现在把它放在我头上 就是在头上 放在右手肩 就是右手肩 我放在左手肩 就是左手肩 我放在肚脐 就是肚脐 可是我不管怎么放 我手还是拿着这个东西 听懂吗 现在我教你 眼根的禅修 耳根的禅修 它为什么可以换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无常的 我们的心是无常的 所以你不可能刚开始就定在一个地方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也会觉得很昏沉 刚开始你觉得 呼吸喔 鼠息管很不错 我很认真修 修了一个月以后 两个月 我每天都在注意呼吸 好无聊喔 你看 你的心就厌烦了 当你产生厌烦的时候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 换另外一个方法 并不代表你没有禅修 看这里 就像我这个东西 可以放在我头上 我也可以放在右肩 也可以放在左肩 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变 是什么 concentration 你的专注 因为你如果不专注的话 看这里 啪嚓 它就掉下来了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有人说 奇怪 师父你教的禅修 怎么都一直换东西 对 因为你的心 本来就是无常的 会变的 我没有叫你的心要停 我要你看到自己的心 所以它有很多方法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地方啊 哇 声音很吵 好吧 那我就用声音的禅修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到了这个地方啊 哎 灯光很亮 有漂亮的东西 你感觉很舒服 那你就用眼根做禅修 有些地方你觉得 什么都不方便 那我用舌头做禅修 很好 表示你每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禅修 这样听懂吗 那你禅修就没有障碍了 这才是真正大乘禅修的 大乘禅修的定义不是说 好 我现在不要工作了 来到寺庙 打个座 然后盆腿 我才这样禅修 当然这是一种禅修 可是假如禅修 只局限于这么一点的话 那离开了佛堂 那你就没办法禅修了 那表示你的禅修功夫 也不怎么样 听懂吗 所以我教这么多的方法 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举一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各位 你们吃素 每天都要吃青菜 对不对 青菜有很多什么 小白菜 高丽菜 对不对 尾亚菜 还有个叫大露妹 还有豆子 什么很多的青菜 请看一下幻灯片 你看这个幻灯片上面 也很多种青菜 还有苦瓜 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地瓜菜 地瓜叶 好 现在注意听 某一些人可能很喜欢吃地瓜叶 因为他喜欢 某些人不喜欢吃苦瓜 好苦啊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我的叶爆生 虚火比较旺 我就很适合吃苦瓜 我吃苦瓜的时候是甜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吃了很多苦啊 没有 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所以可见 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你吃青菜 吃苦瓜 吃小白菜 但是你会发现 当我们进入胃肠以后 它把它消化以后 都变成什么 叶绿素啊 所以叶绿素是共同的营养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什么 吃任何的青菜都有营养吗 你干嘛就在那里告诉我 我从出生 就一定一定的只吃一种青菜 到老死只能吃苦瓜 那你没这么拍名吧 你可以吃很多青菜嘛 对不对 而且春夏秋冬 新加坡也有不同的青菜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吃不同的青菜 都可以得到什么 同样是叶绿素 这个比喻很好吧 哎呀我未教你的教你们啊 我这是想尽了各种头脑 我希望用很屁育很简单的 让你知道很深的佛法 所以你虽然眼耳鼻舌生意的对境换了 可是呢你有一个没有换 就是专注力 就看这里 我拿这里 我一定要很专心的拿它 对不对 你也可以吃苦瓜 也可以小白菜 什么菜都可以 到最后都融化成了叶绿素 所以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香味触法都可以禅修 但是建议你一次只用一个 你不要用两三个 你不要呢 好我现在又关我这里 哦我又干肚脐 待会呢我又做大宝莲花 然后呢我还呢 鼻子呢 关额 这个所谓的师父说要关那个香炉 最后还观想我的鼻子会冒烟 不是这样修的 这样的话你的心是乱的 这个不叫禅修 禅修一次只能选一个所缘境 这样你的心才会定下来 当然你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静坐了 坐十五分钟 我就关莲花 待会我换了一个腿 然后我用修声音的 用十五分钟 可以 因为你一次只在一个禅修 这样了解吗 有两三个联友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得很好 我觉得 这个我要说明 好 接下来再我们请看经文 所以下次训练了 好的东西也要能接受 不好的东西也不要排斥 也要能接受 好 现在请看七十三页 第二十三页 第二十三页 问替你说 那请问菩萨在无量节修行当中 怎么样真正能够早日正道无身法忍呢 无身法忍是非常深的 最具体的代表呢 就是你们念的心经 请看祭奏 这个评λ 这个很深 专心听 今天如果老菩萨听不懂没关系 慢慢来 佛法本来就有很深的地方 我会慢慢有耐心的讲 但请专心听 第一个菩萨在观一切的原生法 一切东西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 举个例子 我昨天敲大庆 看庆好了 西藏的引庆也可以 引庆哪时候有声音 引庆它自己不会敲 它一定要靠外在的条件 比如说现在新红师 手拿了起来 对不对 而且你姿势要拿对 我这样敲也敲不到声音 方法要对 所以你要两个 一正一反 它就有声音 那请问声音从哪来 声音它自己不会跑出来 它一定要什么 有人拿 第二这两个要靠近 第三这两个呢 这个是同做的 不能有破 破的话声音也不好听 当它一敲的时候 我敲的时候 看这里 敲的时候我也不能黏着 敲着的声音出来了 我手就要放开 假如你敲了以后呢 你黏着的话 它也出不了声音 所以它一敲 你看它声音出现了 好 声音开始 一直到声音结束了 声音去哪里了 声音不见了 那请问哪里有声音呢 可见 因缘合合的时候才会有声音 了解吗 什么叫因缘合合 第一个要有人拿 第二个要有引气 法气 第三这两个呢 要有选对的方向敲下去 第四 敲下去以后还不只能黏着 它才会有声音 所以佛经理常常用声音 来比喻 声音从哪里来 因缘条件具足的时候 它就产生声音 这有点声 你不能说有一个鬼 然后在这边敲 没有啊 假如这个声音是不变的话 听好 它就会什么 一直敲 整个大殿都是声音 24小时 等我们全部呢 讲经结束完以后 大殿还是有声音 那这个声音就变成是真实的 但事实上 声音是有开始 然后一直到结束 最后消失 所以声音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存在 用中文词很难解释 它存在 它也产生了 但是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声音在那里 再看海音古词的壮中 壮中一定要有中 还要有木锤 要有两个师兄 咚 就有中声 好 你看我们现在讲经 现在没有人敲中 它会不会有声音啊 不会 只要它有声音的话 那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那大家会跑去看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朋友玩吗 还是为什么会有中呢 所以可见呢 这里看 始终菩萨观察 所有一切因缘法 合合生起的时候 它是做一个念头 凡是有因缘 cause condition 跟effect 而生起的时候 但失色 失色的意思是说 是用人民啊 给它一个label 举一个例子 这个叫西藏的庆 你为什么不叫 这个叫做狗呢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叫 这个叫猫呢 假如假如我们 从人类一开始说 这个就叫猫 那我们就每天 就在敲猫 对不对 可见 这个叫庆 什么叫庆 我们人里 给它一个名字 就好像什么了 你买的时候 老板 请问这个庆多少钱 师傅 请问这个庆多少钱 他说等一下 我看一下标签 贴上去 换句话说 庆的这个名字 是我们人给他的 这个叫假名师舍 这个有点生 这是中观里面的名字 就是我们人 给他一个label 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概念 请看 如无生中有生 事故生者 在无生的一切法当中 怎么会产生呢 其实因缘和合就生了 再举一个例子 天空的彩虹 来 你哪时候会看到彩虹 下过雨以后 突然光线折射的时候 哇漂亮 突然彩虹 请问哪时候会出现彩虹 大部分是下过雨 或是光线折射的时候 可是表示呢 你不是24小时都看到彩虹 对不对 所以美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你看彩虹很美吧 对不对 很漂亮 我拍了这张画 后面是彩虹 彩虹很美 可是它也会消失的 好 现在假如 你假设一下 你现在坐飞机要出国 然后飞过彩虹的时候 假如 现在是当你手不能伸出去 你可以伸出去的话 你抓一下 你抓得到彩虹吗 没有 天上的云 好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喜欢带小朋友去郊外旅行 郊外旅行呢 躺在那个山坡上 或像你们躺在 猫favor 躺在那边看 然后你问小朋友 小朋友 你天上的云像什么 风一吹的时候呢 他会说变棒棒塔 有时候变兔宝宝 有时候变成哺哺车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是小学老师 我很喜欢用小朋友例子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很有赤子之心 你看天上的云 你又说 哎呦你看 师父今天很殊胜耶 我们法会 天上的云 变成观世音菩萨 真的吗 其实是你心想的 哎呦你看妈 我们今天法会非常殊胜 你看天上就变成一条龙 一定是很吉祥 真的吗 龙从哪里来 你心想的 事实上它根本没有龙 它也没有观音 所以注意听 从你手伸出去 抓那些云啊 你会看到 其实什么都抓不到 什么抓不到 所以它叫做空性 就是这里讲的 字体不生 它字体啊 不会自己产生的 它要呢 别的条件啊 才会产生 所以你去云 帮它分析 分析 分析到最后啊 如无声中啊 本身是无声的 它自己不会蹦出来 它不像我们呢 有一个念头 像妈妈 举个例子 妈妈会生小朋友 就是妈妈是A 小朋友是B 妈妈是因 小朋友是果 那我问你 真的是这样吗 请问 我再问一下 妈妈是因 小朋友是果 你觉得这样对的 请举手 各位 老菩萨们 你们都生过娃娃的 怎么没有举手啊 我再讲一遍 你觉得妈妈是因 对不对 我是A 然后生出小朋友 叫做B 所以叫做果 你觉得这样子的 合理的请举手 不合理的话 你们怎么出生啊 你们怎么投胎来 石头蹦出来的吗 好 第二个 有人说师父 所谓爸爸 妈妈跟小孩 那我问你 你真的觉得妈妈 从生理来讲 当然是 妈妈是生的 A cause因 小朋友出生是果 对不对 当然啊 你还要有爸爸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请问 小朋友没有出生之前 你会被叫妈妈吗 假如你现在单身 你还会不会告诉你 妈 会不会有人这样叫你 不会吧 那一定是什么 因为你生出了小朋友 你才会被叫妈妈 因为你生出了小朋友 你才会被叫爸爸 所以老实说 哪一个是因 哪是是果呢 因果是同时的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般人认为说 妈妈是因 小朋友出生才是果 对 这是一种看法 但是它不是绝对的看法 没有小朋友 你怎么会被叫成妈呀 没有小朋友 你怎么会被叫成爸爸 所以是因为小朋友 先你才会被叫妈妈 对不对 不然在座的单身妇女 你会不会一出去 人家就一定要叫你妈 你一定会说头脚去 我又没有生你 对不对 你一定是娃娃生出来以后 人家说 congratulation now you are daddy you are mommy 对不对 因为有了小朋友 你才会被叫成妈妈跟爸爸 所以可见 小朋友的出生 也要很多的条件 小朋友不会说 嘿 爸爸妈妈 我今天来投胎 就出现在你家门口了吧 所以这里讲 如无自身的意思是说 很多的产生 也要很多很多的条件 事故产生一切因缘 自体不成 先看幻灯片 自体不成就是说 它自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因为自体不成 没有一个永恒不体 所以它才可以出生一切的东西 所以天上的云 当风一吹的时候 可以变成什么 棒棒糖 可以变成哺哺车 可以变成棉花糖 对不对 有时候还变成小朋友 他最喜欢吃的 Ice Cream 可是你看云 它会变 它为什么可以变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实体 了解吗 这有一点生 没关系 慢慢听 接下来再看下面 如 生字体 是不存在非有的 有跟没有 这两个是对立的 我上次昨天说过 我们都是在分别的念头 男生 女生 好的 坏的 干净的 不干净的 清净的 不跟清净的 可是当你真正在禅修的人 注意听 好的跟不好的 都是假的 好的跟不好的 都是永恒呢 不会存在的 它会变的 这是事实的真相 那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 很难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一出生都会问 好 就是不能坏 长的 就不会是短的 高的呢 就不会是矮的 所以我们念头呢 看这里 就永远像我现在拿的笔 我们都在两边 英文讲 那真正要让你破除这两边的执着 你要学什么 マティアミカ 中观 龙叔菩萨就告诉你 真正呢 是中道 它是存在的 就像彩虹一样 因缘显现的时候 它会出现 可是你手去抓彩虹啊 是抓不到彩虹的 但你不能说没有彩虹 了解吗 用彩虹想一想 当然有时候也会用梦境想 所以为了要破除你这两边的概念 要念什么 行经 要念金刚经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依空 空不依色 不深 不灭 不够 不静 不增 不减 真的很深 为什么 每天叫你念 每天叫你念 叫你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你就不会落在两边的想法 不然我们动一个念头 都是什么 这个人好 那个人不好 这个人丑 那个人很美 你看我们永远都是在两边 的念头 因为是两边的念头 所以你会轮回 所以为什么说布尔波罗密 读心经功德很大 它是斩断你啊 对两边的念头 看这里 好跟不好 其实这两个都是假的 从佛教修行的眼光来说 你得斩断两边的念头 所以他下面讲 请看经文 笔灭为二 二具五体 好跟不好 长跟短 两个都没有实体 像生跟灭 都是假的 答案是什么 不生也不灭 这个才是真理 举一个例子 拿一个水盆 你拿一支笔 在水盆上面你画画 画画 或是画图 或写字 或写你的信 写完以后 笔你一拿起来 你看啊 水面上的字就不见了 所以可见呢 我们啊 这个很难理解 真的很难理解 所以为什么 讲座从 part 4跟part 5 我必须训练你的念头 因为你这个呢 必须心很清净的时候 你才能够 愿解如来 真实义 这是呢 八地不动地菩萨 证悟的真理 这是真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远 英文讲 so far away 因为我们 我们生生世世就说 师父 那脑筋不是坏掉吗 假如这个又没有好 又没有坏 那他不是白痴吗 不是 他是不执着好跟坏 但他心中啊 也很清楚 什么是好跟坏 这有点很难讲 对不对 好 再举一个例子 请问你觉得 这个茶杯 很好的请举手 不错 钢杯啊 good quality啊 chip啊 好的请举手 没人指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师父 这个茶杯也不怎么样吗 我 我看过更漂亮 更高级的茶杯 所以这个茶杯也不怎么样 请举手 没关系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了 为什么同一个茶杯 你看咯 我们在座有三四百人一起看 有人觉得好 有人觉得不好呢 他没有标准的好跟不好啊 你认为好的 他认为不好啊 请问哪一个教授 真的永远的好嘞 好 假如我先拿一个小一点 差一点的茶杯 来比 来比 假如这是另外一个小的茶杯 那你比的话 你当然会觉得说 大的比较好啊 小的呢 喝一口水就没有办法 除非喝呢 咖啡 浓缩咖啡 好 可见 这个茶杯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 假如你去看过 全世界很多的百货公司 有很多很高级的茶杯 它的品质 quality 像日本人做的茶杯 可以用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话 你觉得这个茶杯真的很差啊 用个十年可能就坏掉了 然后这里破了 那个又生锈 你就会觉得它不好 所以可见 注意听 当你知道好跟不好的时候 你的脑筋里面啊 后面一定有一个好跟不好的标准 知道吗 你才知道前面这个叫好跟不好嘛 那现在看这里 佛教要你破除的是什么呢 不是破除外面 不是叫你把茶杯打烂 而是抱住你看 师父头后面 这个你不好的概念跟好的概念 把它敲破 你就会开悟的 所以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不生也不灭 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不生不灭 看这里 圆 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拿一个笔来画一个圆 看 我画的时候一定有开始 对不对 假如我现在告诉你是圆 请问哪里开始 每一个点都是开始 每一个点都是结束 但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有开始跟结束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思考 是像这样 你看 我电脑的垫子 右边就开始 然后你看到一只小蚂蚁 这样爬 爬 爬 好 看这里 结束了 好 小蚂蚁这样爬下面 往下爬 再爬回来 请问这是开始还结束 告诉我 再试一遍 这个闭语很棒 现在一只小蚂蚁 假如在我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垫上 它开始爬 你们看到了 有左边爬到右边 对不对 开始了 结果的呢 它爬下面 跑过来 它不会掉下来的 再爬回来 到这里 请问这是开始还结束 告诉我 糟糕你们答不出来啦 没错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哎呀 你们终于通关了 真难讲 这很深 所以叫做 无始亦无终 听懂了吗 所以佛教的思考 它是圆的 它不是一条线的 因为有开始的话 它就真的有开始有结束 我们生命的当中 就有开始 也有结束 比如说我今年44岁 44年前 我真的开始来投胎了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我活了几岁 我80岁好了 不要活太老 变得老妖精 不太好 活到80岁以后呢 假如我修得好的话 就投胎了 往生了 这样有开始跟结束 对不对 可是等我成佛的时候啊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说 心经很深 金刚经很深 大破热经 功德很大 它就是要斩断你 刚才我在讲 蚂蚁这个例子 它爬了半天 从来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 它都在这个垫子上 所以叫无始 亦无终 所以反过来看 不生也不灭 所以你真正的佛性呢 像什么 你心中的钻石跟水晶球一样 它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注意听 所以无量节来 重视我们现在做人 我们还没成佛 听好 你的佛性还是在 也没有减少过 当我往生极乐世界 或往生进佛国土 我正到无声法人 甚至正到像 观世音菩萨一样 你成佛的时候 你的心啊 也是没有增加 你的心不会说 哦像这样 然后突然跑出 一个脚一脚 不会 你的心也没有增加 所以佛经讲 在成佛的时候 你的佛性没有增加过 你堕落到三个道呢 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 就算走鸡鸭狗猫 你的佛性也没有减少过 所以你的佛性是什么呢 不增也不减 同样的以此类推 不够也不净 也没有干净跟不干净 那才是真正的佛性 那只能用证物的 因为假如 听好 假如我们在堕落轮回当中 我们的佛性会减少 那就完了 你轮回五百世呢 你的佛性是本来这么大颗的 那就减少减少减少 你的佛性就不见了 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成佛了嘛 那假如说我们成佛的时候 佛性会增加 那也麻烦啊 我们佛性啊 对不对 一直修修修修修修 功德越来越增加 对不对 三千大千世界 整个虚空啊 也装不下 答案是什么 你的佛性本来就是 不生也不灭 不增也不减 不够 以不净 所以这个才是心经的 真正的 我们讲 圣意地的究竟真理 好 只能先展到这里 文字上先这么理解 以后慢慢来 请看下面 所以 请看 鼻不生不灭为二 在凡夫认为是对立的 其实这两个对立的 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 鼻生灭两种中 我们讲生跟不生 灭跟不灭 我们讲有跟没有 其实从开悟的角度来讲 它是没有相互冲突的 对不对 回去想一想 师父用这个例子 用蚂蚁皮 爬一爬 请问哪个地方是开始 哪个是结束 这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我们凡夫 要透过例子 才会了解 比较深奥的教法 为什么你能够体会呢 因为你也有佛性 但是呢 听好 不要听到这一段 就说好了 不生 亦不灭 不够 亦不尽 上班跟没上班 没差别 那你就领不到心水了 这个呢 不要说 你世俗地跟圣意地混淆了 你这样变成愚痴 心中你要知道 好跟坏没有分别 可是当你是生活在这个世间 比如说我今生是投胎是男生 男生跟女生还是有差别的 男生跟女生 有胡子跟没胡子就有差别嘛 所以在业的显现当中 男女你也要有分寸 要守戒律 所以不可以拿没有分别呢 然后来 Against all dharma 或是destrored all dharma 就是呢 就是摧毁所有一体的教法 不可以 所以空也是如此 当我们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中国人常常理解 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错 我举个例子 中 它是空的 可是你一敲的时候 咚 它有声音啊 就是因为空的 所以它才会有声音啊 它是空的 所以它会有声音啊 就是因为空的 有声音啊 就是空的 在空的 在空的 它是空的 不可以 像头一样 它是空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